黑朱古力多 是嗎? 為何會買黑朱古力? 看起來比較好吃 黑朱古力… 為何會買黑朱古力? 沒那麼胖 三個… 三個朱古力? 是 三個朱古力 三個朱古力,即是牛奶朱古力多 為何會買那一款? 那一款比較安全 朱古力大人、小孩都喜歡吃 不過多吃了,有可能相信 消委會近日公布了 29款朱古力的檢測結果 發現全部都有重金屬 其中一款朱古力 隔含量更超出歐盟標準上限17.1% 我們的測試發現 全部朱古力都驗出重金屬隔 黑朱古力總可可的凝固體物 會比較多 而其中一款 就更加超出歐盟的上限17.1% 所以這些結果 我們都交給食安去跟進 但其實牛奶朱古力也有 但含量比較少 就是未超過歐盟的上限 隔含量是否天然存在朱古力上 隔含量是大自然的金屬元素 但是否一定存在朱古力 未必 因為好視乎種植的方法 究竟是否在乾淨的環境中 種植荷可豆 如果水、空氣、動物或泥土受到污染 而將隔含量在食物鏈上傳播 就有機會污染這些可可豆 其實如果是低濃度的隔 長期攝入 其實會對我們的腎臟有損害 就會提高我們患有腎病的風險 但喜歡吃朱古力 又想吃得安心 那要注意些甚麼呢 小朋友和孕婦要更加留意 因為朱古力的物質 都是有咖啡因 你吃得太多朱古力 裡面的咖啡因 是過多的話 對你的身體也不好 一般來說 如果是普通份量 應該安全風險就沒那麼高 但如果是一個成年人 一個星期就不要吃超過多 100克朱古力 原因除了是重金屬的考慮之外 其實朱古力都是很重脂肪 和糖的食物 所以都是小食多之味